是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这些还比较发达的国家 对,目前是 但是目前已经有超过90个国家都有报到这样的病例 由于全球化的影响 所以在美国发生病例可能一两天就可以穿上其他国家去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国家目前都在机场进行检疫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那说起检疫 现在我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因为主要是针对中国来中国听众观众来播放 那么在中国我们大家都知道了从就是国外来的飞机 如果飞机上有一个病人的话 那这个病人的前后几排的这个旅客就要被隔离起来进行观察 那么这样做是不是很有效呢 这样做是不是因为中国这样做了才控制了这个流行 那检疫的话呢是流行病控制方面的一个最主要的方式 那它哪怕是你对这个病缺乏了解 你都不知道这个病是什么 但是的话呢 检疫往往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现在目前在机场进行检疫的原因 中国在这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呢 那不仅是中国 那其他国家包括澳大利亚 包括印度也好 香港啊 什么蒙古啊 俄罗斯啊 甚至包括美国 它也在做类似的方面的防护 那只不过它是程度不同吧的 那么它这样的一般的隔离 要多少天才能够得到它的效果呢 一般的话呢 是七天左右 所以的话呢 就是说他们除了在机场那个进行检疫的话呢 也建议就是说 如果到国内旅游的人 如果有可能的话都自行进行检疫 自行隔离 七天 这是建议的 但不是强制性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有症状 自己就不要和大家接触吗 对 确好的话呢 就是说你就待在家里面 不要到大街上去走了 那我一些朋友回国去 他们对都这么做 自动的这么做 这个效果就是说 因为是七天的话 基本上即使你刚刚开始来病了 那七天之后的话 基本都康复了 如果你在期间的话 你感觉不舒服 有症状出现的话呢 你可以急着到医院去看 那现在有一些 比如说中国的朋友啊 听说有甚至是亲人要来 要从美国到中国去都说 你们现在不要来 暂时不要来就很恐慌 有没有必要 我觉得这种恐慌是没有必要的 我想呢 这部分的原因的话呢 也跟国内的报道有关系 那我本身 虽然这段时间也没去国内 但是我听朋友说呢 国内的这个报刊杂志上呢 基本上都是头版头条 一直在报道这样 这样一个疾病 那有一方面是好的了 就是说好的方面就是说 大家对这个疾病很重视 那大家也感觉到这个政府的话呢 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在里面控制这个疾病 那另外一个方面呢 可能有一点点的负作用 就是说大家有点过度恐慌 在这里 对所以这应该是没有必要 而且它这个 就是说它的造成的这个严重性 也并不一定比流感要严重太多 对 那我可以理解 就是说每个国家采取的措施的话呢 都应当从它本身的情况 那个出发 对这个病本身并不是很严重 临床上来说并不是很严重 但考虑到中国以前 那个传染病爆发的历史的话呢 采取这些措施的话 我这也能够理解 那尤其是2003年的SARS的流行 所以当时对整个社会 遭到的影响 远远超过这个医学界 这样一个领域 而且这个就是 中国的人口密度非常大 所以流行起来 可能会涉及很多人口 对 所以这点也是 它重视的一个很好的原因 对 那么在治疗方面 您刚才也说了 在美国的话 医生都是建议你好好休息 多喝水 这样 那有没有药物呢 就是说到了一定的程度 是不是也需要服药 对 目前的话呢 就是说实验室检测的话 有两种药 对这个病毒是有非常好的效果 那一种是 这两种都很普通的药 就是说一种是要达菲 另外一种 我们一直说不上的名字来 那这都是非常普通的抗病毒药 那但是目前的话 医生都不建议 首先你有这个症状 就去服用这个药 就是抗生素 这不是抗病毒的药 抗病毒 抗病毒药 它呢 就是用在 比如说你有非常严重的 临床症状的时候呢 你才用它 那平常呢 你没有必要用 而且主要是呢 这两种药的话呢 也有副作用 那其中达菲的话呢 就是说你服用多了 还会造成精神错乱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 医生一般不用这两种药 另外的一个原因的话呢 就是说 医生非常担心 滥用这些药的话呢 可能导致这个病毒抗药性出现 而且很容易出现抗药性 在季节性流感的话呢 它已经 这两种要有抗药性了 由于流感病毒 在不同的媒体里面传播 他们之间会交换这种 它那个就是基因 所以的话 如果说这个季节性流感病毒 和这个主流感 它在同一个人体里面感染 那它有可能 完全有可能 把那个季节性流感 对药的抗药性 传给这个主流感 所以这样的话呢 现在所有的这些药 已经有效的药的话呢 马上就会失效了 那像很多人 他在这个 一感冒一发生 他就自己给自己下药 比如说抗生素之类的 这样做有什么不好 这样做的话呢 就是说一个最大的弊病 就是很容易造成这个抗药性 那因为抗病毒药的话 因为感冒是病毒了 所以用抗生素的话 抗生素主要是针对细菌 所以你大量吃抗生素 其实是没有用的 一个是浪费钱 二个来说 也对造成抗生素的滥用 也都要生疾病 以后治疗类似疾病的话 那当然有非常大的困难 好 谢谢刘教授 那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 收看的是 美国之音的保健原地节目 那这是美国之音 通过这个卫星电视 和短播现场直播的 这个直播节目 那今天的话题呢 是如何来预防和治疗 这个 H1 假型 H1 的这个流感问题 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 会接听您的电话 欢迎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电话 向专家提出问题 那拨打电话的方法如下 那再一次提醒大家 除了通过短播和卫星电视 来接收美国之音的节目以外呢 您也可以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以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并且浏览其他的最新报道和影响资料 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我再说一遍 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那我们的免费电话呢 是10810-866-837-5161 那今天在演播室的嘉宾呢 是来自美国的著名学府 乔治城大学医学院的流行性疾病专家 刘成龙教授 好 那首先我们来接一下 这个天津孙先生的电话 孙先生您好 您好 您好 请讲 您好 嗯 嗯 我们在国内 说法好像 这一次的 呃 甲型流感 那个 得这种病的 岁数比较大的 有一种说法 岁数大的 有上世纪初的这个 这个流感的免疫基因 嗯 嗯 这个说法 是不是有这种说法 第二个问题 是中国控制这个 呃 甲型流感的 效果比较好 而 比较起来呢 好像美国扩散的比较快 嗯 或者说 中央集权制度 这样一个 管理方式有关系 呃 说的更神秘一点 就是说 是不是 呃 管理 控制这件事更容易 呃 就这两个问题 好 谢谢孙先生 嗯 嗯 呃 孙先生提了一个 非常好的问题 哈 他就说 说明他看了不少资料 嗯 确实有报道 呃 有科研表示的话呢 就说 那些在60岁以上的 人 对这个 朱流感的话 这一次的朱流感 他是有一定的免疫的 那这个呢 可能原因的话 就是说 他以前在 若干年前 那 就说 他曾经经历过 一场 类似的这个流感 那这个流感的话呢 可能跟这个 目前的这个朱流感 有相类似的 这个 基因在里面 所以的话 因为人体的话呢 你对这个 某一个病毒 发生了免疫之后 你身体会有抗体 所以这种抗体的话呢 有些抗体的话呢 终身都都在 人体里面 所以这一次的话 如果是他类似的 这样一个流感的话呢 他是有一定的免疫 嗯 那目前的话呢 大家正在 这个还在继续研究 看看那个 就是说 能够从这里面 能够从这里面 然后呢 然后呢 感谢观看